晚上好呀 今天我们来做细腻顺滑的万蓝芋泥 用芋泥做了虎皮芋泥蛋糕 一层虎皮蛋糕 一层芋泥的口感真的是太棒了 还做了一些肉松的 一起来试试看吧 先来制作芋泥 将芋头和紫薯去皮肉切块 放入锅中蒸熟 然后把芋头放入破壁机中 加入牛奶奶油白糖 选择花生酱模式 搅打两分钟 两分钟左右芋泥就搅打好了 真的超细腻顺滑 一会儿我们再用芋泥来做虎皮蛋糕 把8个蛋黄35克糖 放入无油水的盆中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制 打蛋器能够化出纹路 保持三百不烧失的状态 加入18克玉米淀粉 拌拌均匀 倒入颇有油脂的烤盘中 表面刮平整 将烤盘放入烤箱中层 210度上下火烤8分钟 烤好以后将蛋糕切成小块 然后一层蛋糕一层芋泥 放入蛋糕盒子中 这样虎皮芋泥蛋糕盒子就完成了 超级好吃哦 推荐你们试试看哦 感恩 感恩